说实话啊,从这儿我还能读出一些啊,这乾隆皇帝对皇后的一丝怜爱 因为在这儿啊,这乾隆皇帝就考虑到是不是有人眼睁了皇后 皇后才会疯癫的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听我挨这儿啊,给您讲这清代宫廷故事 今天咱们的故事主人公啊,仍然是乾隆皇帝和姬侯那拉氏 咱们今天这段书啊,可算得上是千呼万唤使出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前两天咱们就说过呀 我会拿出一份证据来证明在那拉氏断发的那一时刻 这乾隆皇帝认为,那拉氏的确是疯了 最起码通过这份文献资料可以得知 这季后那拉氏断发的前后,乾隆皇帝是如何想的,是如何处置的 说实话呀,在这份资料当中,乾隆皇帝的态度表现得很明确 不过我呀,查起来还是颇费了一些周章的 那么这份历史文献是什么呢? 在南京博物馆,曾经展出过两道奏折 这两道奏折呀,分别是乾隆三十年润二月十一日 和乾隆三十年润二月十七日,承报给乾隆皇帝的 作者呢,都是同一个人,就是后宫一位太监总管叫潘凤 这奏折的内容呀,没有什么太特别的 无非是呢,这乾隆皇帝带着皇后以及一干嫔妃 当然了,还有皇太后南巡了 不过呢,在这宫中啊,还有没跟这个皇帝一起南巡的妃、嫔、贵人常在 皇子公主、皇子福晋、皇孙、皇孙福晋、皇孙女等等等等的 乾隆皇帝的家人 如果说这皇帝不在家呀,这一干人等,每人都向皇帝上一道请安折 这就显得太麻烦了 所以说这太监潘凤啊,代表这些人 当然是啊,经过这些皇帝家人同意的情况下 向皇帝一饼写了这么一道请安的折子 同时呢,向皇帝造报一下啊,这小阿哥小皇孙 无论是在宫里啊,还是圆明园,学习生活的情况 总结起来呢,就是一句话,所有这些人啊,通通的静集安好 他们静集安好啊,可是没想到在南巡的路上,这皇帝出了事了 就是这皇后断发事件发生了 所以说呢,这太监潘凤的请安折呀,内容上没有什么学术意义 只不过呢,这乾隆皇帝在这两道奏折当中的玉笔猪批,那是关键的关键 可是呢,没想到啊,在我查阅文献的过程当中啊,差头来了 我突然在网上发现呢,还有一道奏折上边的乾隆皇帝的玉笔猪批 竟然和这道太监潘凤的请安折,乾隆皇帝的猪批完全相同 一字不差,那这个情况一发生啊,那最起码就让我 对这道奏折上边的猪批内容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 同样的玉笔猪批怎么可能出现在两道奏折当中呢 咱不卖关子了,这第二道玉笔猪批啊 在网络上的发布人啊,明确的标识是 十五皇子上乾隆皇帝请安折 可是并没标注具体时间 那么如果真的这两道奏折上边都同时显示了乾隆皇帝一样的玉笔猪批 那咱们就干脆别讲了 那这个故事啊,肯定是后人编的 无非是编故事人的两个不同版本罢了 那么若是想论证呢 那就只有找到这两道奏折的图片 经过多方图片的搜罗 最后啊,我认证 这两道奏折呀,它原来是一道 所谓的十五阿个上乾隆皇帝请安折 实际上是一篇被阉割后的奏折 它的原文啊,就是那道潘凤等上乾隆皇帝请安折 确定了这文献的可靠性 我才能在这儿给您继续讲故事 那有人说这时间上对不上啊 这季后纳拉什断发呀 是乾隆三十年润二月十八 那这第一篇奏折呢 是乾隆三十年润二月十一日 第二篇呀,是乾隆三十年润二月十七日 哎,您别忘了 这奏折上写的日期呀 是在北京这太监潘凤写奏折的时间 您想啊,那个年代啊 从北京到这个杭州 那不得写着那时间吗 即便是走夜路七百里秦极 那也不是这一天半会儿就能到的 当然了,这是一句评书上的话 这个奏折呀 在一路上能不能走到一天七百里呀 还是一回事 所以说从时间上考证 这两道奏折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乾隆皇帝在奏折上 是怎么预笔诸批的呢 咱们呀,先说说这第一道 也就是论二月十一日的奏折 在这上面呀 这乾隆皇帝诸批道 与王成将皇后所有一切东西 在宫在圆明园据查封 四,进宫独指在传职与潘凤等 皇后疯了 送到宫时 异空宫后殿养病 不许见义人 二个公主请安 只许向潘凤等打定 此指,似她到宫前一日再传 不可预先传出 屋里只许跟去的两个女子服侍 也不许出门 首先呀,咱们就得说明一下 这王成和潘凤啊 是两个太监的名字 这潘凤啊 大概就是总管太监 王成呢,则是这个皇后宫中的总管太监 读这篇御笔诸批啊 我们可以看出这乾隆皇帝有如下几点意思 其一呢,是让太监王成 把皇后在宫里和圆明园的所有东西都查封了 其二,就是御旨啊 要进宫以后再传 第三点呢,是传职给太监喷风 告诉他呀,这皇后疯了 送到义空宫后殿养病 皇后是不许见人 再来呢,就是这些内容啊 要在皇后到宫前的前一天才告诉潘凤 不能提前说 皇后宫里啊,只准留这个随驾南巡的两名宫女伺候 并且限制了皇后和这两名宫女的活动范围 也就是义空宫后殿不准出门 这能看出什么来呀 这能看出这乾隆皇帝此时啊 是既生气也懵逼 他之所以这样严密的限制了皇后的活动 那惹定是在这阮二月十八发生了不寻常的事 有人说对呀,那皇后断发了吗 哎,这皇后断发呀,它只是一个结果 让皇帝更为生气的事啊 那肯定是过程 也就是说这天啊 这乾隆皇帝和季后那拉士 他惹定是吵了一架 并且呀,这那拉士肯定是大骂了乾隆皇帝 并且加以诅咒 而且我敢肯定的说 这皇上啊,嘴上的功夫啊 他不如皇后 也就是说呀,这骂架没骂赢 那么至于这皇上家两口的吵架 是不是跟我们家一样 或者跟您家家务不合相同 那咱就别多猜了 各家呀,有各家的难处 从这乾隆皇帝这个生气程度上 我们就能分析得出啊 这在当时吵架的时候 这那拉士皇后只能用两个字评价 那就是疯癫 说出的话呢,在乾隆皇帝听来 那应该是极其恶毒的 不过又是从哪儿看出 这乾隆皇帝懵了呢 首先呀,他直接就告诉潘凤 说这个皇后疯了 因为除了疯了以外呀 这皇帝也拿不出什么正经的理由来形容 此刻那拉士皇后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说这皇上急于让王成在皇后的寝宫当中 以及在这个圆明园皇后的寝宫当中啊 把所有的相关物品都查封 好,找到这皇后如此行径的蛛丝马迹 这就是乾隆皇帝也在第一道奏折当中的诸批 那么到了17号 这奏折诸批又是什么内容呢 经过这几天之后 这皇上显然是冷静了不少 真奏折回批的内容啊 也细致了很多 于王成皇后此事甚属乖张 如此看来 他平日恨我毕身 宫中原文元他住处 敬房 你同谋团细细的密看 不可令别人知道 若有邪道踪迹等正回宫 在奏是密之又密 在他到宫之日 你接至奇货门 也就是朝阳门 因弗龙安随近 由苍镇门击化 端泽门走易昆宫后殿 再令阿格公主福静门进去 弗龙安有持续的旨意 你们看着 阿格曼念 他怎么听坐河光景记下 不必写折子 卓州接驾 你再来奏 到宫之日 你带开启礼去 似船指诛事 把后殿封锁了 每日进茶饭 开启礼尽管 他宫里老是女子 拨两名进去也不许换 其余女子并活迹 搬进端泽门暂住 易昆宫留老是太监实名 别人不许一个在内 开启礼 就且是纳宫的首领 跟了去的女子三名 当下拟通弗龙安 审问他们 18日如何紧发之事 他们为何不留心 叫他们出去 他们就出去吗 要寻自尽 难道他们也装不知道吗 问明白 每人重则六十百 发打声乌拉 着阿哥 公主 福敬 并他本人都看着 小太监一个不许留 拨各处当差 外头他他也都散了 每日只吃茶膳房的茶饭 他的奋力也用不完 你们同总管们在意 这道旨意啊 就挺狠了 其中啊 提到的谋团开启礼 也是太监的名字 在这两道奏折当中啊 乾隆皇帝提到的这些太监 王城攀缝 谋团开启礼 那肯定是在宫里边 乾隆皇帝最信任的内侍 这福龙安呢 就是这乾隆皇帝的女婿 傅恒的儿子 就是他护送着的皇后 从杭州回到了京师 这里边提到的这个阿哥公主 福敬呢 那就是乾隆皇帝的儿子 女儿和儿媳妇们 惩罚了这些宫女啊 发往东北的打圣乌拉 这打圣乌拉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说这打圣乌拉在哪啊 在吉林市的西北边 在当时是苦寒边陲之地 在那儿啊 专门有打圣乌拉的衙门 那这个打圣乌拉是干嘛的呢 咱们原来讲八旗制度的时候啊 提到过 这打圣乌拉呀 是留在东北的一些女人人 她们是在东北啊 负责管理皇帝的庄园牧场的 以及啊 什么歌戎挖身一些事宜 也叫做打圣八旗 跟这个内务府的八旗啊 意思差不多 我曾经啊 听到过一个蒋青史的专家 红遍了各大卫视 当然也包括这个央视 说话呀 激流激流的一位老师 曾经说这个打圣八旗啊 是一支在东北的八旗部队 和这个正规的八旗部队啊 人数差不多 哎 这简直是下面海大晕头 这不是胡天吗 咱们呀不说他 继续聊咱们的 还有这里边提到啊 塔塔 塔塔是什么呀 这个写出来呀 叫塔坦 可是歌北京话呀 很多老人都知道 这宫里边有小房 叫塔塔 这塔塔啊 是这个宫里啊 墙下边的小房 一般呢 都住这个宫女太监 有的呢 宿舍 有的呢 是夜间的职房 不过在这儿啊 是单指一空宫的塔塔 是原来皇后娘娘的小厨房 在大的茶膳房之外呀 给这个皇后娘娘做点得胃的和胃口的爱吃的 那茶膳房是什么呀 茶膳房啊 是后宫的大厨房 在哪啊 在乾清宫的广场东游廊里边 在那里呀 负责整个后宫的膳食 咱们把呀 这个不好懂的地方啊 给您讲了讲 咱们就要说 这道旨意是什么意思了 这皇上说呀 让太太王成在十一日奏折 朱丕要求的茶封皇后 在宫里和圆明园所有东西的基础上 在会同着太监谋团 我猜测呀 这谋团太监呀 有可能是圆明园的总管太监 一起呀 细细的查看后宫 以及圆明园皇后的住所 这特别提起之处啊 就是厕所 说实话啊 从这儿我还能读书一些呀 这乾隆皇帝对皇后的一丝怜爱 因为在这儿啊 这乾隆皇帝就考虑到 是不是有人眼镇了皇后 皇后才会疯癫的 如果乾隆要是怕皇后眼镇自己呀 他就会在自己的厕所里好好查看 他命着太监王成以及谋团 在皇后的厕所中仔细查看呢 那就是皇帝怕有人在镜房当中眼镇皇后 所以说也再次证明了 这皇后之所以如此失心疯 是什么缘由啊 这皇帝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也只能的愤愤的说 这他平时恨我毕身 估计啊皇后啊会做一些这个邪碎的事情 所以说呢不管这个太监王成和谋团 秘密的查到了什么 都不用啊写奏章过来 咱们回头见面再说 随后啊又能看出这乾隆皇帝的狠劲来了 他告诉王成啊 说这个皇后进宫那天 让这个太监王成和这个开启礼一起去传旨 等这个旨意啊传将已毕 把这皇后住的义坑宫后殿就封锁起来 给这皇后送茶送饭 由太监开启礼是一柄负责 从这皇后宫里挑两名信得过的宫女去跟随皇后 侍奉皇后不许轮换 让他们两个人陪着皇后在义坑宫后殿当中不许出来 义坑宫里边的所有宫女啊小太监 通通遣散到其他部门去当职 只留十个老师的太监在义坑宫伺候 实际上用意也很明白 这十个老师的太监啊 实际就是义坑宫的看守 陪着皇后南巡的三名宫女啊 在宣读旨意以后 就让这太监王成和扶龙安一并审问 问十八日那天 这皇后简发的时候 让你们出去 你们就出去了吗 要是这皇后在屋里自尽了 你们也假装不知道吗 疑人呢 打你们六十本子 打你们个失职之罪 并且发到黑龙江 打圣乌拉 那苦寒之地去当差受苦 并且呀这一过程 让二个公主福晋 以及皇后本人都得看着 这个用意很简单 就是为了羞辱皇后 这皇后的小厨房啊 散了吧 那她吃大食堂就行 皇后的奋力啊 她也用不完 你们几个总管太监呀 商量商量 也给她裁剪了吧 这就是乾隆皇帝 对季后纳拉市 在南巡当中简发的态度 以及啊这以后的处理意见 当然了 说是处理决断也行 皇上说的话嘛 自然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那结果呢 那也是很简单 皇后娘娘 自她回宫的那一刻 颜面就扫地了 在她实际名义的那些儿女们面前 形象以及威仪 是全方面的崩塌了 并且皇帝郑重宣布 自此这皇后就要囚禁在 易坤宫的后殿 全方位的限制了皇后的人身自由 通过这两道御址啊 全龙皇帝处置皇后的态度 已经非常清楚了 我们没必要去猜这皇后 到底是真疯了 还是被疯了 在没有新的文献证据出现之前 我们也只好啊 暂时就这么认为 她就是一个谜团 希望之后呢 随着很多这个文献的解读啊 这个谜团被解开 得嘞 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明天啊 是咱们讲 那拉市皇后的最后一集 咱们要在啊 被乾隆皇帝损坏的历史证据当中 寻找着那拉市皇后的 真容像的蛛丝马迹 并且啊 咱们还得聊聊 那拉市皇后断发 这样的表现 对他身边的人 以及他亲人的一些影响 您可别忘了 这那拉市皇后 虽然这个囚禁了 他还有一个亲儿子在 那可是乾隆皇帝 现在唯一还活着的嫡子 也就是永齐 那就这样诸位 咱们明天再聊 回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